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8月6日20.33分 在山东德州平原县发生5.5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为了解具体情况 记者来到德州市平原县王达挂镇中心小学设立的应急指挥部 看到已于当日凌晨及上午处理完险情的消防人员正在休整 随后 记者又来到镇中区域的潘邓庄村 向当地村民了解具体情况 李希杰说道 因担心雨震 村民们一直在村委会院子里待到早上七八点钟才回家 记者还在潘邓庄村看到部分倒塌的房屋和墙体还没来得及清理 昨天晚上倒塌三四座房子都是多年十九老房子 没有人居住 我们村人厅上方事务都没有 现在点水都是很正常 去了起 因为有一段燃气管道当时被枪头炸坏了 枪头已经回复完毕 下午燃气公司来抢求燃气管道 下午了准备阻止党员和部份全面 把所有的大街上的颤杂 逆劈全部清理干净 水道全部打通 与方那个 儿子余的 曹洪顺表示 凌晨四点左右 消防就赶到了村里 帮助村里人扫清道路障碍 远离微防微墙 潘邓庄村没有人员伤亡 坍塌的房屋和围墙 大部分已经清理干净 大街上看不到人 是因为昨晚一夜没睡觉 现在都在休息 记者从山东省应急管理厅获悉 截至8月6日17时 镇区共有165处房屋倒塌 23人受伤 道路交通通信电力保障等情况正常 油气管道无泄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